凤九被丛林抱来和帝君一起等待贵客 没想到贵客竟然是姬衡 丛林还说姬衡是帝君带娶之妻 凤九有些吃醋跑开了 不让姬衡抱自己 三殿下调侃帝君即将大婚 帝君让他说正事 他表示想要让帝君帮他做一把与众不同的短刀 为陈玉过生辰 凤九听后决定帮助帝君 在三殿下的图上修改一番 没想到修改完后 姬衡突然来到房间 姬衡想要给帝君留下一个纸条请教问题 刚拿起笔 帝君突然出现 误以为图纸上的短刀图是姬衡修改的 并大大赞赏了姬衡一番 姬衡也将错就错领了功劳 怎么学会咬人了 帝君看后很生气 训斥了凤九 凤九觉得帝君偏心姬衡 只是把自己当成宠物很伤心 凤九看到姬衡和帝君在一起 姬衡请教帝君图纸的问题 帝君温柔相较 两人相处亲密 凤九更加吃醋 心情很不好 姬衡看到凤九后 心神欢喜 想要抱她 还说要和帝君一起抚养她 凤九心里太难受 忍不住抓伤了姬衡 帝君决定把凤九关上几天 崇林放凤九出去晒晒太阳 碰到帝君正在给雪氏喂食 看帝君宠爱雪氏 凤九更加失落 帝君走后 雪氏为了给姬衡公主报仇 将凤九打入了水池 还好四命新君调到了凤九 将凤九带回去疗伤 四命叹息 凤九作为道行不前的帝君 竟然到如此地步 凤九开始怀疑自己对帝君的执念 四命从先会回来 告诉凤九两日后帝君就要大婚 迎娶魔族公主 劝凤九放下执念 四命带凤九去看帝君 看到姬衡和帝君 在自己的纳粮亭中 凤九更加认定 自己没有希望 看着帝君远去的背影 轻声安慰自己 帝君和姬衡真的会成婚吗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 三生三世诊商书速看版